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可笑 临终之前 孔荣苦苦哀求曹操放过他的儿子 九岁儿子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千古绝唱 名垂后世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传承儒家独特风范 孔子建立儒学 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 能达到这些要求的人 在儒家看来是真君子 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 孔荣可以说完美地达到了孔子的要求 身为孔子的后人 孔荣自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品德与才气 天赋一饼 在孔家后人里面 孔荣应该是最有出息 最出名的一个 文学上 他散文锋利简洁 六言诗反映现实 政治上 孔荣官拜太中大夫 时常和曹操针锋相对 孔荣让离的故事深入人心 而孔荣不仅仅是在品格气度上 展现出了与常人的不同 他更是德才兼备 在诗书学习上 他也有过人的天赋 孔荣自小便勤奋好学 擅长写诗作文 富有诗书弃字华 便由此形成了孔荣身上的君子气质 孔荣的才华受到世人的肯定 后来魏文帝曹丕还这样称赞他 孔荣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 然不能迟论 礼不圣词 至于杂以嘲戏 其己所善 杨搬仇也 能与杨雄搬故其列一排 可见对孔荣的褒奖与器重 孔荣这个人讲义气 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 他才16岁的时候 哥哥的好友张俭前来投靠 恰好哥哥不在家 孔荣自作主张留下了张俭 后来张俭逃脱了 但是孔荣一家却因此获罪 孔荣从来没有后悔帮助张俭 对朋友讲义气是应该的 被抓之后 孔荣还坚持把所有罪揽到自己身上 最后 县俊给孔荣的哥哥定罪 孔荣无罪释放 他也因此被夸在义气 进入仕途刚正不阿 在古代 考取功名 出入仕途 报效国家 是每一个男子的梦想 然而这对于孔荣来说也不例外 孔荣13岁时便痛失父亲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于孔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甚至还曾经悲痛到难以站起来的地步 孔荣用他的笑形再一次感动着世人 他的名声也在世人中流传着 但后来 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 使得孔荣开始了他的仕途人生 孔荣刚正不阿 身名大义 他的才华与品德受到司徒扬赐的赏识 经过征兆 成为司徒怨署 明察暗访官员贪腐的事情 孔荣却一点也不畏惧官僚背后强大的势力 也不害怕在官场上得罪了人 无论是对于朝廷重臣 还是对于无名小官 孔荣都是一律平等 甚至是王朝贵族犯了错 孔荣都毫不顾忌地揭发他们的罪行 也正是因为这样 出生牛犊不怕虎 孔荣在官场上也得罪了不少人 甚至曾经还有人因为孔荣的告发 而使得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还想要派人暗中除掉孔荣 但幸好的是 孔荣得以逃脱过追捕 因祸得福的他 也因此阴差阳错地生了官 儒家直男 埋下祸患 但古代官场里勾心斗角 互相伤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没有人的仕途一帆风顺的 反君如半虎 为朝廷做事 也常常要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得罪皇帝 事关途中 言行举止都要三思而后行 孔荣虽然贤明 但财大气粗 随着官职的升迁 不懂得官场原华世故的他 却在冥冥之中 为自己引来了灾祸 甚至殃及全家 三国时期时局动荡 魏蜀吴三国相互攻伐 以完成各自想要统一天下的大事 而魏国曹操带领军队一路行兵作战 收获了大量的民心与土地 在三国之中也是重要的一组 再怎么说 曹操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 但孔荣却对曹操的事业与为政做法 保持着反对态度 甚至他还对曹操有着偏见 对于曹操想要统一天下的事情 孔荣也算是冷嘲热讽 首先曹操在攻打夜城的时候 曾经伤害了城里的部分居民 男女老幼都没能逃脱曹操的压迫 从这开始 曹操的行为就引发了孔荣的不满 曹操的形象在孔荣的心目中变得低下 孔荣也不断发表言论讥讽曹操 话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孔荣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自寻不归路 建而十二年 曹操进军讨伐乌环的时候 孔荣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对曹操又进行了一番数落与嘲讽 孔荣毫不客气地对曹操的行为发言 大将军远征 萧条海外 从前 肃慎不禁共睦苦使 叮铃偷盗苏武的牛羊 可以一并讨伐啊 孔荣言语带刺 对待曹操傲慢无礼 语言攻击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孔荣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 人们对于他的言情也十分信服 而当曹操听到孔荣对自己的冷嘲热讽时 自然是不高兴的 再加上孔荣的言论 在民间也被广泛流传评论 曹操的心中 对于这个似乎有些不知好歹的孔荣 也充满了愤怒与怨恨 终于 在孔荣的日益放肆之中 他还是为自己招来了灾祸 虽然曹操暗自隐忍了 孔荣对于自己的谩骂与嘲讽 但这些怨恨与不满在曹操的心中逐渐积累着 朝廷的大小事宜大到为政举措 小到鸡毛蒜皮的小事 曹操都没有受到孔荣的待见 早在当初 曹操为了节约粮食充实国力 而颁布禁酒令的时候 就遭到了孔荣的极力反对 两人的积怨也越来越深 当时天下大乱 曹操为了节省粮食 想要实行禁酒令 但作为爱酒人士的孔荣 就完全接受不了 甚至直接给曹操写信 把酒的优点细数出来 言语之间也十分不客气 这可气坏了曹操 孔荣还主张千里还内 不以封诸侯 这就彻底触犯了曹操的底线 曹操携天子 以令诸侯 大权在握执掌天下 这个时候 孔荣却想扩充皇权 以天子为尊 这可是赤裸裸的和曹操作对 孔荣裁名远播 让曹操有所顾忌 暂时没有动他 终于 孔荣与曹操的积怨还是爆发了 怀着一颗如是之心 孔荣主张扩大皇权 反而削弱诸侯亲王的权力 以加强对国家的统治 在这件事情上 孔荣提出的做法 严重影响到了当时曹操的利益 这也使得曹操对孔荣十分不满意 于是老谋深算的曹操 便为孔荣强加罪行 甚至还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这不仅仅要使孔荣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还要殃及到家里无辜的几十口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破端 孔荣自然也无力脱罪 只能等待着被处决的结果 当时孔荣的两个儿子 一个八岁 一个九岁 正在院中嬉戏玩耍 他们得知父亲要被处决并没有慌张 还淡定地下起了棋 小儿子对哥哥的话说 如果我们这次被抓了 要被处决也好 能够在地下见到父母 正是我们的愿望 孩子们不是冷却无情 而是知道现在只剩下绝路一条 还不如想一点好的 比如说去世后就能见到父母了 果然不久 抓捕孩子们的官兵就来了 将孩子带走 让孔荣不忍的是 他那尚且年幼的儿子 也要因为自己的罪行而被无端伤害 于是他临终前 苦苦要求曹操放过自己的儿子 看见父亲低声下气 为他们求情的样子 孔荣九岁的儿子冷静地说了一句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话一出 孔荣愣住了 是啊 这父亲是一个家里的顶梁柱 顶梁柱都塌了 这房子还怎么保护里面的孩子呢 是自己太急了 竟然连这点事都想不明白 还不如一个九岁的孩子 如果整个巢穴都清了 怎么可能剩下不受到牵连的蛋呢 孩子真是知道自己的处境 知道逃无可逃 避无可避 就干脆安静地等待着 而这句话也流传下来 成为了千古名句 许多轻功剧中啊 赏穿黄马褂都能让臣子们欣喜不已 只能小小的一件黄马褂里 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绝对可以让受赏者成为人群中最亮的仔 比如周星驰的作品 九品芝麻关里 黄马褂便显露出超强的威力 片中周星驰挖空心死射套 骗得坚决常威要受大刑 正准备让他爽到极点 没想到常威的干爷爷李公公一到 把黄马褂往常威身上一劈 那竟然就打不得了 一件黄马褂就能让常威转威为安 那这清朝的黄马褂到底有多少特权 黄马褂是清朝时候的一种官服 当然不是所有官员统一配发的 清朝时候皇帝要出门 身边自然是要跟着侍卫和大臣的 而跟随皇帝一起出门的 这些领侍卫内大臣和御前侍卫 就要穿上黄马褂 而这种情况是由于自己所在职务要求 所以叫做执刃马褂 而且一旦卸下这个职务 就不能再穿这个黄马褂了 可见其穿着是十分严格的 那么黄马褂为什么叫黄马褂呢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既然叫马褂 那是不是跟马有关系呢 是的 因为马褂的设计是力领对筋 袖子的长度刚好在手肘和手腕的地方 而且是短褂 并不是长度很长 所以很适合骑马的时候穿着 因此也就被叫做马褂 这时候马褂还只是一种普通的服饰 而在清朝入关之前 马褂是满族人在外打猎时所使用的一种服装 又被叫做德胜褂 后来满清建立了政权 德胜褂流行到了民间 而且当时的马褂是有各种颜色的 当然除了黄式才能用的明黄色 至高荣誉 清朝时期的马褂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官方服饰 作为行服的一种 马褂通常下摆四边开叉 衣长脊骨 绣长之肘 便于骑马射箭 或是完成一些幅度较大的动作 在所有的马褂中 明黄色马褂的江湖地位最高 这是因为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 只有皇帝近身侍卫 或是特别赏赐者才可以穿着 一旦皇帝赏了十一件黄马褂 不仅史书上 要将赐黄马褂一世大书特书 朝中百官也会从此 将受赏的人看作皇帝宠臣 丝毫不敢招惹 亲自皇马褂的功能很强大 但想要拿到这份赏赐却并不容易 据青史稿 于福志记载 想要穿上皇马褂 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成为皇帝出行时随行的内大臣 御前大臣 御前侍卫等 这类人穿着的黄马褂称作行直褂子 用料没有画文图案 只能上班时间穿 上班以后就不能再穿出来了 等于是工作服务 是皇帝狩猎时赏赐的 清朝皇帝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 向来有狩猎的习惯 若是有人在皇帝狩猎期间时表现出众 或是向皇帝进献的真勤益寿众多 便有机会得到黄马褂的赏赐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黄马褂 称作行围褂子 用料主要是鸟的内层羽毛 与线绞在一起织成 不仅光滑美观 还自带防雨的功能 不过这种黄马褂 也只能在跟随皇帝狩猎时才能穿 若是平日里私自穿出来嘚瑟 那便是犯禁 分分钟被人送去刑部问罪 建立特殊的功勋 这样得到的黄马褂 称作武功褂子 可以在任意隆重场合穿着 以示荣耀 由此看来 清朝的黄马褂绝不是想穿就能穿 尤其在对黄马褂管制严格的康乾盛世时期 诸如雍正王朝中 年庚瑶连扁十八级后 灰溜溜的去了杭州 还摆着大将军的谱 穿着黄马褂去看城门的桥段 放在现实生活中 基本上就是 嫌死得不够快了 清代人对于黄马褂的重视 也让黄马褂成为当时最特别的重要一种 以至于近代作家兼服饰史大牛沈从文也说 亲自黄马褂是清代人的至高荣誉 泛滥成灾 说来啊 年庚瑶们也实在有些声不逢时 偏偏遇到了管理黄马褂最严格的清朝前中期 朝廷不仅黄马褂赏得少 还要把穿着场合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弄得年庚瑶们只好在清宫戏里 过一把黄马褂不离身的瘾 但咸丰年间起 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形式 也叫黄马褂里的武功褂子 成了一项十分诱人的赏识 比如平定太平天国的 森格林沁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 都曾被亲自黄马褂 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获得一件黄马褂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这黄马褂就是晚清风云人物们的标准配置 比如1896年 晚清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李鸿章访问美国时 就在公开场合穿上了黄马褂 一下子吸引了50万人驻足为官 无视人因为亲眼目睹了著名的黄马褂而兴奋无比 引得纽约时报都专门撰文报道了此事 是为这位东方比斯麦医生里又一荣耀时刻 后来甲午战败 李鸿章等黄马褂和三眼花铃被剥夺 是一种惩罚 再后来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去马关签订条约 又穿了黄马褂 这就是特使挂子 结果在谈判过程中 李鸿章遇刺脸部中枪 血染黄马褂 李鸿章长叹 死血可以报国矣 可惜啊 乔新县的外国人不知道 大清的黄马褂此时已不太值钱了 黄马褂的贬值 从太平天国战争晚期就开始了 那时候太平天国的红袖拳 玩命式的昆王 蜻蜓则玩命式的赏黄马褂 双方犹如比赛一样 想看看谁家的赏赐先掉价 比赛的结果便是 太平天国之乱被平息后 江宁府天赐府典弹行 回收黄马褂回收到手软 想来天赐府典弹行的老板永远不会忘记 在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一天 他如往常一样做着生意 结果遇到了一个被裁撤的军爷 硬要当一件黄马褂给他 老板再三推托 那人却抽出妖刀大闹当铺 无奈之下 典弹行老板只得按那人要求 以50辆文银的价格 回收了这件烫手的黄马褂 本以为破财免灾 迟迟 从那以后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当黄马褂 有的还是双眼花灵的 典弹行老板心知情况不妙 急忙求助江宁之府图宗盈 一开始图宗盈本想把黄马褂回收完了作罢 于是他资助了典弹行老板一些钱 但老板只管回收 谁知黄马褂却越收越多 甚至连江宁府的其他当铺也有人来点当黄马褂了 图宗盈意识到其中有诈 连忙派出骨块查办 最终发现出了前期回收的部分黄马褂是真的 其他黄马褂都是一个与曾国藩有点交情的小作坊老板私自生产的山寨品 事情虽然真相大白 但曾经代表着无上荣耀的黄马褂 竟泛滥到有点功勋的阿猫阿狗便能人手一见 甚至连私人老板也敢山寨 玩亲黄马褂管理的松懈或可愧得一般 故事会杂志 2005年的经典故事 吓死人的黄马褂 也生动地描绘了这黄马褂贬值的雷景象 湖南某县县令新官上任 正要抖几下官威 但没想到带人去抓赌 抓到的赌徒身上竟都带着玉刺黄马褂 打不能打 抓不能抓 只能憋气放了人了事 回崖后想拿牙柴撒起 没想到牙柴一姐一副 人家身上也穿着黄马褂 原来这县里的赌徒和牙柴 都是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 获得亲自黄马褂的老兵 如此雷景象 也吓得县令跌跌撞撞走下堂来 连呼卑职该死 更严重的是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 黄马褂的贬值依然加速度 到了清朝末年 不止有军功能获得黄马褂 连皇太后身边的亲随 也有机会得到黄马褂 比如给慈禧开火车的司机 都曾获得过黄马褂 此事经过电视剧 《走向共和》的加工 演变成了慈禧赏亡黄马褂 还下令司机去国外使馆门口招摇下 真是连老祖宗定下的黄马褂穿着场合的规矩也不顾了 虽然电视清洁处于野史 但倘若真有此事 那便应了一句话 真不嫌丢人的 这么一个至高荣誉 到了晚清 泛滥到这个地步 黄马褂如此 大清江山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这小小一件黄马褂的堕落 何尝不是大清朝加速衰落 最生动的缩影